如果在台灣不是第一年出生的話 你應該就知道一定會有搶購 一定會有囤積 那政府出來呼籲那是他的責任 可是相信他就是你的錯 以台灣的文化跟環境 你就是要去搶 你如果真的覺得都不是你的 都不擔心 這個是不可能政府沒有辦法滿足 永遠不會被滿足的恐懼跟慌亂 現在的口罩荒 證明當時這個蘇貞昌院長 跟大家保證的就是 不會有這一個口罩缺乏的問題 是破功了 那再加上現在的發放方式 其實很有問題的 他等於說前面強制徵收 但是後面呢 又沒有去做一個統一的 發放跟分配的動作 變成大家是各憑本事 然後先搶先贏 很多人還是買不到 那政府是不是應該改變 現有的一個制度方式 來做一個調整 讓真的大家都可以雨入均沾 讓大家可以信賴政府 而不要因為選完了讓所有的民眾 對政府沒有信心 你要的口罩 我覺得這個反而有更大的挑戰 因為我們現在村里系統 是非常健全的 那過去包括村里長 他發放這個老人年金等等 或是發放物資 其實也都可以做得非常井然有序 所以就是說政府他透過自己的政府系統 他就可以達到這個口罩 發放的功能 那大家需要的時候都到這個里長那邊 里長辦公室 然後去登記 然後去購買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確保 政府的數量其實也很明確的登陸下來 那民眾領到的數量也有很清楚的登記 然後是透過比較平均分配 而不是現在先搶先贏的這樣的亂象 造成不安到底不安的程度定義是什麼 我個人必須要客觀一點講 那現在當然是應該是反對反彈的聲音是有點大 那我只能說當他們家有30個口罩的時候 他還是繼續買 他們家只有三個口罩也是繼續買 所以造成大家還是在搶貨當中 至於實名制這個部分 我覺得或許是一個方式 但是我希望全面的思考完整了以後 在正式的實施 而不要又是桃修修被啊 玲玲